新媒體新時代中天跨界演出 好 不過說到很會吸睛 就要真的來看這一位了 他是有五棍阿伯之稱的葉富台 今晚就要正式發表他的新歌了 那麼下午他也特地來到舞蹈教室 來進行彩排演出 葉富台為了感謝網友 給他這個五棍阿伯的封號 他還特別把新歌的名字 就取名叫做五棍阿伯 而且一向都只有兩名舞者伴舞的他 這次新歌裡頭是有六名女生 跟他一塊跳 新歌搭配熱舞 這是號稱五棍阿伯的葉富台 即將發表的新歌 新歌的舞蹈還加了困難度高的地板動作 喬喬葉富台又唱又跳動作靈活 一點也看不出來已經六十幾歲 他們幫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做五棍阿伯 所以我要答謝所有的觀眾網友 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曲曲名 就叫做五棍阿伯 新歌五棍阿伯在舞蹈編排上也有一大突破 那我的舞群是用六個都是舞林高手 對 用六個 所以舞群又比以前多是不是 比較多 以前都是兩位 沒錯 一向都只有兩個舞者伴舞的葉富台 要在新歌裡跟六個女生一起大跳任務 要證明五棍阿伯就算六十幾歲 依然是一尾活龍